要求我的爱,求你到来,不要放地心来,我贪无人知,苏联罪奉台,心情散温暖,其实我都知道 年仅20岁的歌手柯陈勋,从三立歌唱选秀节目《超级红人榜》出道 昨28日突然传出死讯,起家人透过他的粉丝团账号,向外界公布他逝世的消息 内文提到我离开了,爱我的人别为我难过,我去找佛跳墙啦 佛祖说我很可爱,根据简警初步相宴判定,柯陈勋死因是由心血管及病引起 而长荣凤凰酒店也证实柯陈勋为餐饮部员工 据了解柯陈勋26日晚间10点下班后先至餐厅吃宵夜 而柯陈勋家人因等不到他下班遂向警方报案 等到27日凌晨3点33分,警方和柯陈勋家人抵达酒店后发现其反锁在更衣室内一间厕所立即解锁 当时柯陈勋已无呼吸心跳,现场人员也立即急救 等到救护车抵达后立刻送往郊西信和医院急救 凌晨4点20分宣告急救无效 柯陈勋被称为郑日清接班人 平常在节目中个性活泼可爱,如同开心过一般,经常把评审老师、观众们逗得哈哈大笑 红人榜的评审詹雅文得知消息后直呼心痛死了 至于担任主持人的于美人得知此事后,也感到相当惊讶 对此超级红人榜制作单位也发出45字表示 目前陈勋爸妈还有很多事情要厘清 需要给他们两天时间好好处理 红人榜这边也会从旁协助 消息曝光后柯陈勋生前的最后一则po文也涌入大批网友留言悼念 事实上他26日才因粉丝专页突破1.2万人追踪po文感谢粉丝 文中他开心表示感谢一万两千人追踪我关心我 为我加油鼓励的你们 没有你们就没有假鬼假怪的柯陈勋 此外他还po出一位粉丝阿姨送的礼物表示 特别感谢桃园一位阿姨寄来一对亲自编织的经营体修 开运手环节善缘宝平安 该名粉丝在信中提到在超级红人榜看到柯陈勋出色的表现 每一集都为他加油 然而道紧要关头图音私人原因退出 让他相当心疼 粉丝阿姨在信中还提到编织手链希望柯陈勋和妈妈都能平安健康 让柯陈勋看完后感动表示看完这封信好感动 阿姨谢谢你 天气越来越冷了阿姨及大家要注意保暖 而他当时也在文中承诺 给他一点休息放松的时间 休息够了来唱明杨老师的上好命给大家听 请大家耐心等候 谢谢大家的支持 不料如今突然逝世让粉丝们相当难过 谢谢大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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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的支持